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它没有干的时候 加上头发 其他部位的一些浅的颜色 这些浅的颜色呢 作为一个底色 让它朦胧喧化 那么有些衣服的地方呢 它是比较白一点的 可以用纸巾把它印干 然后整张画的气氛应该有点朦胧的感觉 这是水彩画的特点 那我现在把这个底色还没有干透的时候 宣揽 有些边界比较清楚 我们用纸巾擦干净之后把它修正 例如是衣服的领 那个地方可以用纸巾把它擦白一点 让它干透之后再调整修感 那么这个阴影也可以打一个底色 但是记住要很大 不要画的太深颜色 作为一个底色 要鲜染 鲜染这个颜色 让它有水彩画的 鲜化的效果 当还没有干透的时候 我们轻轻的加一些阴影的部分 例如是眼睛 这个是外国人嘛 它的眼睛的凹凸的位置特别明显 记住 这个颜色不可以加的太深的颜色 要保留浅色的地方 深色的地方可以不用保留 可以盖上去 深色的地方 下一步再覆盖上去也行 注意要保留空白的地方 水彩画要保留空白的地方 深的地方不用保留 迟一点加上去 打底色的时候 可以加头发的浅的颜色 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差不多是干透了 记住 潮湿的时候不可以加 干透了之后可以加 湿润的时候也可以加 现在还有点湿润 要特别小心 把这个人物的立体感画出来 要分美银岸交界线 先把这些暗部的地方 轻轻的打个底色 记住 记住是底色 那么嘴和鼻子都有阴影的部分 而且照这个原理来说 鼻子的阴影特别深深 那么脸部的地方 要有过度的颜色 要用湿的笔 把它喧化 过度 让它多一点的中间颜色 好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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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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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谢观看 这个作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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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